外服部衣服会执行长王毕胜被拍到和小15岁的灵性护理师过从甚密 不但一起出游还有牵手照 周刊更报道两人见面频率不低 现在又有人爆料 王毕胜分为女友的母亲几个月前曾经确诊新冠肺炎 同住家人全被匡列隔离 但王毕胜一直有去找他 担心灵性护理师疫调时没有如实回报 王毕胜是一个应该是在公领域表现得很杰出 那私里营业事情我就不便多谈 那这样医服会的执行长因为私得的问题 您觉得他还试验吗 他不会去处理这个问题 疫情菜单专家公领域表现有目共睹 但私领域任何人都不想评论 只是王毕胜还身兼指挥中心一流应变组副组长 常常参与指挥官陈时中所召开的内部会议 虽然都有戴口罩并且保持适当距离 但一个不小心还是可能让指挥中心沦陷 对此发言人庄仁祥表示 王毕胜没有在可传染期接触确诊者 护理师一家隔离期间也未与他们见面 所有人都需遵守隔离规定 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检查出来都是阴性 包括快筛的阴性PCR阴性 但是我们认为它有风险的 我们把它分成高中低三个group 绯闻事件爆发后 王毕胜因为个人私领域事务处理不当 表达歉意和自责 原本事件渐渐脾息 又因为绯闻对象的母亲 曾经感染新冠肺炎 后座力可能不少于绯闻本身 东升新闻找不到